秦枪 中国西北地区传统戏剧 秦枪起源于秦 是四大声枪中最古老 最丰富的声控曲戏 2006年秦枪被列入中国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路 不听秦枪不识闪 不到义俗不知情 来西安绕不过粗犷 古实又豪旷的秦枪国标 我来到义俗社 感受中国最古老的摇魂鱼 现在我们自己就来到了义俗社的化妆间了 在秦枪开唱 承载着的是秦人的喜怒哀乐 诉说的是故事和生活 慷慷慨激扬的唱词里 展现的是豪迈 却又思思沁倒心里 如同存在窖里的雨水 收到仓里的粮食 让人感觉踏实和温暖 王凡老师也将他对于秦枪的热爱和奉献 通过指尖和笔触 涌进每一个人物彩妆 在后台 还有一位正在为上午演出精心化妆的演员 通过攀谈得知 他叫李东风 接触秦枪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是从十四五岁开始学习 您现在画的是什么妆 我现在小生 就是闻小生的妆 现在可能听秦枪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是 年轻人他现在知道传统艺术的美 老戏有味 唱念作打蹄袍甩秀 就忒有味 他不管从表演到唱江 他喜欢 他就喜欢那个调调 中国的老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贺彩声 是对秦枪艺人们最好的回馈 在中国秦枪艺术博物馆 我了解了秦枪的历史 琳琅满目的兵器 道具简直一绝 听了平时没有机会听到的 珍贵的秦枪唱段 大家可以听到现在这里面所演唱的秦枪 就是来自于1935年所录制的冯河湾的选段 精致的连血管都能清楚看到的秦枪蜡象人物 栩栩如生 仿佛下一秒就要开启一场秦枪盛宴 秦枪连谱形态多样 表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 红色是中梗 黑色是钢纸 白色是尖显 绿色是凶狠 年轻人对秦枪的喜欢和探究 或许是从模仿一朝一世开始的吧 朴实粗犷好放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 秦枪是让人魂牵梦绕的一笔声音 对于年轻人来说 它是吼出心底的洒脱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